哈喽大家好,我是时光 昨天的四方菜追光三剑 射中了一剑拖把两剑 连续两天拖把两剑,有点难受 但真实的战绩还是要统计的 所有的战绩都会统计在文字版时光的博弈中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 黄马和法伦西亚的比赛 明天凌晨4点开题 黄马最近的进攻效率不稳定 但防守能力还是在线的 上一轮联赛是0比0在主场和皇家社会打拼了 整场比赛 黄马在场面上占据是绝对优势 61%的控球率 20次射门且有八角射阵 但就是不进 无奈主场占平了 这场之后黄马是42分 目前是排名联赛第二 和第一的八仨有5分的差距 有较为急迫的追分需求 所以说本场黄马的战役没什么问题 一定是全力争设 目前黄马的主场胜率呢 60% 是没输过 但是5胜3平啊 是保持不败 终结的能力呢优点一般 瓦伦西亚18轮比赛取得20分 相比降级去持高1分 对战黄马如此强大 且主场没有输过的对手 防守一定是主旋律 上轮联赛 瓦伦西亚是客场 0比1输给了巴利亚多利德 整场比赛 瓦伦西亚的进攻端其实更加活跃 但是球员把握机会的能力一如既往的差 15次射门都没有得分 进攻能力极其无限 综合双方近期的战术特点 状态 以及战役情况 我认为本场比赛大部分时间 都会处于一个低进球的状态 所以说本场的主推是小三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